今天我跟朋友来到缅甸善邦 带大家看一下善邦的美丽风景 这是他们一个大瀑布 好漂亮 我们从远距离拍摄给大家看一下 这好多水汽远处看 这个瀑布好多水汽 我给大家看一下善邦的地图 在缅甸的位置 这也是善邦高原 一把瀑布 我这分享几张照片给大家 过于若现 三层的瀑布 这是茶园 我们去朋友的茶园看一眼 拿着 他把小娃娃子摄下 这么愚蝦 你把小娃娃子摄下 对 那是 你把小娃娃子摄下 你把小娃娃子摄下 到了 心脏 今儿 是 快 你把小娃娃子摄下 你刚才走路的姿势好销魂 给我看一下 我也分享几张茶园的照片给大家 这是我的好朋友们 跟他们一起来的 当阳茶园的地理位置 我发一个地图给大家看一下 我发一个地图给大家看 我发一个地图的地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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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原上其实还挺冷 你看大家穿的衣服还很厚啊 小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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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就是 也有 这边的地图 有 远处的景色 阴天了开始 天快黑了 晚上到我朋友家 虽然很乱 动乱 缅甸 但是笑声还是不断 这都是中文 因为他们这是歹竹 都会中文 歹竹姑娘 因为我们做好吃的 感谢美女 因为天气还是挺冷 外面 吃热乎的东西 感觉是不一样 烟还挺大 熏到她了 还好 我也知道 仔细 他 哈哈哈 一桌丰盛的美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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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大家对飞哥的支持 下期再见 你们喜欢这样的缅甸吗